現在本席有一個緊急動議 是針對於核電廠是不是要蓋在台中 這個問題來質詢 所以有議員主席你要問有沒有議員要服議啊 主席有人服議你還答應讓我講話啊 沒有現在是緊急動議緊急動議先 現在齁民眾都說盧秀燕卡中火 然後呢卡藍氣機組又支持保育藻礁 是因為藍營學者要在台中蓋核四 馬英九說要在台中蓋核四 而你的盧秀燕的你的環保局長 橫紅毅二月的時候才說到要提安國 既然提高到國安層次就因拉高國際視野 考慮核電的必要 所以說盧秀燕市長現在侯友宜 新北侯友宜市長他在說 他卡核一的 他卡核一的藍主機組 然後還有核二的 核那個核廢疫呢已經滿了 所以降載 所以盧秀燕市長請你對於台中市 要不要核電廠請你明確表態 請你明確表態 請盧市長說明 各位請回座 市長說明台中不要核四 市長說明不要核四 不要核四 請市長說明台市長說明 請市長說明台中不要核四 請市長說明 請市長說明 說明 李莊阿 她時間還沒到啦 李莊阿他時間還沒到啦 學議院請回座 各位議員請回座 請回座 好 請回座 好 再來請回座 再來請李中議員歡迎 這個主席 主席 不是啦 今天沒有這個議題嘛 主席 會議詢問 主席 換我 主席 來來來 大家請回座 我會議詢問 謝謝 請回座 我要會議詢問 我要會議詢問 我會議詢問 你們回座啊 幫幫主席 來 李中你再等一下 好 我去問你們黨主席啊 問蔡英文喔 問蔡英文在哪裡啊 問蔡英文在幹嘛 好 請回座 好 請回座 李中講完再給市長講 好 我先講這樣子 我們會議要照佈來 大家要知道我為什麼會提會議詢問 我們剛剛進行的是報告議事日程 報告完議事日程之後 我們楊正宗議員有意見 他建議大會 是不是可以把專案報告做兩天 然後這個事情本來應該要討論 主席你跟大家講 是不是就不要討論 不管要不要討論 在報告議事日程這個項目 你並沒有說議程照 程序委員會的議程通過 你並沒有講 所以我們現在的議事 還在報告議事日程這個項目 所以如果賴家威有意見 應該談報告議事日程有沒有意見 除非報告議事日程 這一件事情已經OK 確認議事日程之後 才會有下一個議程的動作 所以現在進行是 是報告議事日程 所以請主席 主席你聽完 你如果要進行下一個議程 你就必須要跟大家講 議事日程是不是已經通過 通過這一個階段才結束 才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所以我現在認為 我們的報告議事日程 這一件事情還沒有確認 所以如果要確認 也請大會說 這個議事日程是確認了 你確認了這個議程 才會進行下一個議程 這就是本席現在跟你會議詢問 我們到底目前在今天哪一個階段 把哪一個階段搞清楚呢 我們再進行下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好不好 要不然我認為現在還在討論議事日程 有啦 我們還是照程序委員會 已經通過了嘛 那你要宣布通過啊 你剛剛沒有宣布通過嘛 沒有沒有沒有 他剛剛沒有 喔 好 好 那 好 那請請市長回答三分鐘 報告議長 報告各位議員 台中火力發電廠是全國最大的電廠 三四十年來 對全國用電 對全國用電貢獻最大 受害也最深 假如中央政府 要在台中增加核電機組 我及台中人都堅決反對 不過 就我瞭解到目前為止 中央政府 以及我們選區的立委 都沒有這樣的打算 謝謝 好 那繼續 介紹市政府新任官員 好 請盧市長介紹新政府新任官員